美国排名第一的战车 军事工程的极致展现 陆地机具配备直升机发动机 埃博兰主力战车的诞生经历了什么 欢迎来到史上最惊天的建造节目 不可能的工程第四季第六集 大家好我是恩哥 压力丧炸的尤马军 这里有3000平方米的严苛土地 是美国陆军最大的实验场 这座轰鸣而来的是陆军最大的陆地战斗车辆 威力强大的埃博兰主力战车 人称野兽 1980年问世后 跟美国有关的战事无意不幸 M1埃博兰主力战车 重量相当于20头大象 70吨重 配备涡轮发动机 时速可达72公里 搭载4人 指挥官 炮射手和天装手 以及在下方的驾驶 野兽是在俄亥俄州的莱马制造的 需要能执行许多重要任务 在战场上移动 提供精准火力 同时也要保护车上的成员 但要做到这些 必须要先解决一长串的工程挑战 一 行驶性能 战车的设计有三个基本要点 保护机动性和火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 第一款量产战车 为马克四行战车 是特里顿 威尔森和瑞比的心血结晶 一战的战士在西线陷入僵局 双方死守好沟 徒步穿过中间的无人地带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英国政府 要设计这个三人组 发明一种 可以让士兵穿越这片胶组的机器 于是这辆英国战车出现了 一台带有履带和装甲的战斗机器 战车时速将近6.5公里 提供后方步兵掩护 直到抵御敌人的阵线 野兽很好的传承了履带这一血统 这种设计在各种困难地形 操控性都是最好的 20米长的履带 使用连扣的钢板做成 加强强化的橡胶履带板 每条履带的重量高达2.5吨 让野兽在行驶时势不可躺 光是能跑自然不够 因为战场上可没第二名 如何以无敌的姿态 震慑对手是最重要的 2.武器系统 自从问世以来 埃博兰主力战车的武器 就不断改良升级 1985年 首次大改之后 原先的105毫米炮 换成了120毫米的 辅助兵器是7.62毫米的 M240机枪 在战车最高点 装了一把50口径的M2机枪 火力方面绝对能做到碾压敌人 不过人在枪林弹雨中 身体机能受阻 很可能出现视线不惊的情况 所以工程师要研发出一套 可以在高压情况下操作的系统 遇到危险时 必须能迅速反应 而这辆有着百年历史的法国战车 能为他们提供灵感 3.瞄准系统 雷诺FT长度不到5米 重量不到7吨 是汽车工程师麦尔和雷诺设计的 作战时会同时出动很多辆 让敌人疲于应对 这款战车最厉害的地方 是它瞄准敌人的能力 因此世界大战期间 生产的战车都有一个很基本的瑕疵 为了要把炮口对准正确的方向 整辆战车都需要重新调整位置 这样实在是太没效率了 但雷诺FT解决了这个问题 它的炮塔可以进行360度旋转 旋转炮塔是一大壮举 为现代的战车奠定了基础 野兽的30吨炮塔 重量几乎相当于5辆雷诺FT 但是它旋转360度居然不到10秒 但是最大的不同是 野兽在做目标定位时 用的是最先进的光学仪器 独立热观测仪器 提供了夜视能力 还能调整聚焦和远近 战车不只是硬体和沉重金属 还有很多软体 电子仪器和高科技设备 全都连接到炮塔的内部空间 这里是战车的神经中枢 只有三米宽的空间被称为篮子 里面要容纳三个人 天装手的旁边就是装甲弹药舱 指控官控制炮塔旋转和发射火炮或机枪 下方的炮射手 有自己的瞄准和武器控制装置 用摇杆控制火炮 就像是在玩传统电玩一样 可以锁定四公里外的目标 高速行驶时 武器可以一直保持稳定 聊完武器系统 再来聊聊战车的行进系统 换一种说法 战车其实是结合了两种不同的机具 炮塔控制明准器和武器 车台则控制战车移动 将近十米长的车台尾端较高 里面是发动机 驾驶舱在前面 要怎么让这台强大的机具高速移动呢 这引发了一个重大的难题 战车需要高速前进的动力 但若发动机太重 又会降低操作性 设计既轻又强烈的发动机 似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要解决这个问题 必须借助前人充满创意的工程发明了 四 动力系统 提到轻准发动机 就不得不看向直升机 最早的直升机动力 来自活塞发动机 跟汽车用的一样 不过随着直升机越来越大 发动机也跟着变大 重量的问题 让野心勃勃的设计师伤痛掌心 他们需要一具强大但轻巧的发动机 在1950年代的法国 有人提出了完美的解决方案 在波兰出生的洛斯基 是一名发动机设计师 他率先把燃气涡轮轴发动机 用在直升机上 涡轮轴发动机的关键元素 是提供涡轮动力 所需的加压空气的压缩机 和推动轴带动悬翼的涡轮机 虽然发动机的重量只有143公斤 但产生的马力足以达到530匹 至轻动力又大的涡轮轴发动机 让直升机进入全新的境界 建造埃布兰主力战车的团队 要如何利用直升机的发动机呢 很简单 把直升机发动机做成特大号 这台巨大的机器 是洛斯基燃气涡轮轴发动机的 1500匹马力版本 以战车术语来说就是动力组 1.25吨重的发动机是旁人大物 但功率重量比恰到好处 相同输出功率的柴油发动机 重量会是它的两倍 而且几乎没有任何视觉信号 也就是说不会像柴油机那样冒黑烟 虽然在工厂里听起来很吵 但在战场环境中 其实会显得很安静 如果在森林中 相隔几百米根本是听不到的 因此生存性就提高了很多 来到亚林桑那油马的实验场 试试野兽的越野性能如何 在崎岖不平的沙路上如履平地 丛林加速到32公里 只需7.2秒 最高时速72公里 大部分类型的燃料 发动机都不挑 虽然3.8升差不多直抛2公里 但动力方面绝对管够 接下来进行火炮的射击测试 测试人员正在添装弹药 放进战车的安全格间 准备射击 其余人站到防暴屏风后的安全位置 等待巨响和一团大火球的出现 有种流言中击者的即适感 战车不仅要能施以中击 也要能承受中击 设计师面临的最大难题 就是不断升级战车的防御 工程师从一开始就在思量 如何使用最好的装甲 5.防御系统 最早的战车全部是钢板做的 但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武器的威力越来越大 所以必须研发新的装甲 当市面上出现一种新的反战车武器 战车工程师再度感受到压力 一种火箭推进榴弹 可以轻松穿透10公分后的钢板 1960年代 德国弹道科学家海尔德 无意中发现了解决之道 他当时正在做实验 对废弃战车激发各种不同弹头 有些炮弹击中炮塔装有残余弹药的地方 导致弹药向外爆开 飞弹常常因此偏准 无法射穿钢板 这下发明让海德发明了一种 极具革命性的军式硬体 爆炸反应装甲 最上层是很薄的钢板 里面附上一层海绵 后面是一层比较厚的钢板 被击中时高热的铜金属喷流 轻易的击穿最外层 然后引爆内部的高爆炸药 前面的钢板被炸飞 偏转火箭推进榴弹 爆炸性反射装甲的成功 让装甲设计出现了全新的概念 俗称以毒攻毒 建造埃布兰主力战车的团队 采用了这种技术 研发出给加装在战车外壳的 爆炸性装甲 被称为ARAT 装在战车的两侧 典型的箱式装甲 装在炮台和炮塔上 然后在车台上夹挂一层 无面装甲 跟海尔德当初的发明一样 要是被炸弹击中就会引爆 这是一种很了不起的技术 ARAT提供了战车在交战时的生存率 埃布兰主力战车 是惊奇工程的一大胜利 服役40年后 这台强大的机具 仍然是陆军的王牌 不断精进是一场永不落幕的奋战 为了做出更好的战车 工程师将前任的创新发扬广大 放眼未来创造了新的性能 让不可能成为了可能 本期不可能的工程到这里就结束了 小伙伴们如果对这方面的内容感兴趣 欢迎关注安哥 我们下期再见